好來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人用之道 佛心的人用 各位大家有沒有看到 昨天的通報上面有寫那個消息 有寫那個叫成來的 媒體的消息 看到了嗎 沒辦法給我反應 開始講了以後就不用導釋好了 要合法 如法而行 我們常常在講如法而行 現在走這個法就跟著這個法再走 一開始大家打招呼的時候就可以導釋好 大家就打完招呼 開始一講課 一講法說如法而行 就開始全部對應的就是在法這邊一樣 講到下一個哪一個什麼樣子的法的時候 就轉到那個法輪去 這叫如法而行 那你還落在前面三四個 那個時間跟法的相應上面就沒有對上 這就 你打招呼是很禮貌 前面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在互相打招呼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如法而行 就對了 可是後面開始在講法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打招呼了 你已經來什麼 聽法 聽文證法了 我們已經在走聽文證法了 打招呼的那個地方 在做的時候已經變成只有世間法 就打招呼了 而不是如法而行的 那個對師恭敬 那前面大家互相打招呼的時候 那就是如法而行對師恭敬 後面一開法了以後 那就已經不是了 所以大家 很多同樣的一件事情 同樣一件事情 它到底是在世間法裡還是在世出法 就是 常常就是很微妙 所謂很微妙就是 心呢 跟這個法的那個運行呢 同步 它要能夠同步 我們舉一個比較容易了解的例子 吃飯的時間 你問了說 導師你吃飯了嗎 這個就很如法而行 到了睡覺的時間 三更半夜你問我說 導師你吃飯了嗎 那你這個 就不相應了 不合適 還在給我導師 我一回頭一看 吳雅麗導師後寫一百遍 沈寅榮導師後寫一百遍 陳昌岩陳老師寫一百遍 所以有些人他在運作的時候就 很微妙 很微妙 那個如法而行 應時應機 吻合現在的食跟機是什麼 那個就 就蠻重要的 我們來講佛性的人用 我們修行通報上面有講到 那個3月5號 3月5號 3月4號5號 那之前我們講的那個時間是3月1號2號 3月1號2號 就跟大家聊到了 就聊到了 不去三結議 不要放風箏 大家很容易就猜出來三結議 就是某個地方 放風箏有些人就猜出來 有些人就沒有猜出來 那偏偏呢 那偏偏呢 就是在那兩天 3月1號3月2號 就在偏偏在那兩天 特別在三結議的地方呢 就出現了很多的徵兆跟事項 那現在要來檢討的呢 要來檢討的是 關於佛性人用的精準度的問題 大方向不會有問題 精準度的問題 那我們提到了呢 在3月1號的那一天 有一個 有一團 以色列團嘛 去旅遊嘛 然後被送回來嘛 因為機上呢 有一位 有一位是那個 外國人老外 以色列人呢 他是有武漢肺炎嘛 他就被送回來了嘛 他就禁止了全機的人進以色列 台灣的那旅遊團的11個人 就被送回來 送回來其中有一位女士呢 就是 有咳嗽了 各種症狀什麼等等的 那尚偉跟大家有提到過 那是3月1號的一個情況 那 3月1號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就是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 可能有一家醫院不知道在哪裡 那家醫院 那 官方也都沒有宣布那家醫院在哪裡嘛 像院內感染的情況 我們大概也就是 就管他了 他也沒講在哪裡 是3結業不是3結業就不管了 那 最大的微妙呢 是在3月2號 就大家呢 今天呢 昨天呢 昨天公佈的那個消息裡面 你就看到了 3月2號到3月5號 我們才知道答案 就好像呢 3月4號3月5號 我們可能隔3天 3月7號8號才會知道答案 那下一個角度的議員呢 那我記得上次講的時間的是 那這麼一堆導師 那這麼一堆導師 賀立娟 梁家樂 曾美琦 洪鳳月 還有一堆導師早安 各寫100遍導師 那個前面 前面還有一個王晉琦 這才剛剛講過的心法 你們應該是沒有跟上時間 凡是寫100遍 寫幾十遍 兩千遍的那種 都一律有毛筆 大家知道 那也真是的 那怎麼講到老半天還在導師 哎 如法而行啊 如法而行啊 哎 半個人跟我問好了 那個旁邊的問候的 前庭呢 有沒有講一個是 嗯 真是的 曾宜欽 我答的是 他剛剛是要罰寫的嗎 是不是 曾宜欽是不是要罰寫的 不是 沒有 那他罰寫可以少一半說 算了 好 那我們從那裡面來看呢 是那位演奏家 是3月5號 他到台灣之前呢 應該就已經有 COVID-19了 就俗稱武漢肺炎 應該就是已經有了 然後一路過來 現在就大家很緊張嗎 大家也看到了 消息 他就21位跟他合作的演奏家 跟那個 跟記者 貼身採訪的記者 現在全部都被隔離起來 那他3月2號 搭飛機 回澳洲 那3月3號呢 到李斯本 那猜測 猜測 那應該是晚上的飛機 因為呢 從台灣飛到李斯本的話呢 從台北飛到李斯本的話呢 到7到9個小時 不曉得哪一段時間呢 大概7到9個小時 他如果到的時候是到 到3號 到3號 那澳洲呢 跟台灣的時差大概在3個小時 所以猜測 猜測 猜測他應該是3月2號的晚上 的那個搬機 所以才會3月3號呢 到達李斯本 大概是這樣倒推 大概是這樣子倒推 那你看看我們原先講的時間性 是3月1號的晚上 到3月2號的早上 還記得嗎 3月1號的晚上10點 到3月2號的早上 7 8點這段時間呢 不要去刪結役 不要放風箏 那時間的概括呢 差不多 但是差了一天 差了一天 那當時呢 以3月2號為主 以3月2號為主 那知道時間一定會有差 前後24小時 到底在哪一邊呢 那個是模糊的 那個是模糊的 那我們就牽涉到暗能量的暗物質 我們知道暗物質是我們的未來 暗能量是未來的未來 那這個 當時3月2號為主軸的時候 往前就3月1號的晚上 到3月2號的早上 如果往後24小時的話 那就是3月2號的晚上 到3月3號的早上 所以它是在24小時之內的移動性 到底會移哪一邊 所以你看看導師呢 這次所講的時間 就是會前後一天 比如說 下一個的時間 下一個的時間 我們已經過去了 3月4號到3月5號 在下一個時間 是3月10號到3月11號 就是會以24小時的移動 24小時移動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 這個 有時候講說 道破天機呢 會產生了偏移的現象 現在在講這個 人用之道 最主要的在講一個點 再看 又有一個導師喔 洪美倫 100遍 王力群 100遍 美貞王 100遍 尤家方 100遍 好了 廖慧如 他查了VR315 就是我們講的那一班班機 是晚上的班機 沒有錯 推論上是沒有錯 那些知道要寫100遍的 知道要寫100遍了 就寫導師好100遍 奇怪咧 他是沒跟上時間嗎 剛剛才講過要如法而行 又一個導師好 還給我沒有寫中文名字 威尼琳是誰啊 這是威尼琳 這個要200遍 連中文名字都沒有 去哪 然後蘇慧珍 你用來導師好 100遍 各位有時候講佛法就是這樣 講了好多遍 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繼續 還是繼續 各位有你的堅持 我有我的堅持 我的堅持呢 佛法就一直這樣子 就是這個叫佛法 你的堅持呢 就是那樣子 就是你的佛法 也OK啦 也OK啦 世間法很禮貌 好了 然後我們就講到呢 這個 有時候說過天機呢 說所謂的不準呢 是移動 是移動 尤其像這麼龐大的一個 能量因緣月略 世界上已經有 三分之一的國家吧 七幾個國家 已經有COVID-19嘛 就無患肺炎了 那全世界現在有三億個兒童 沒有上學了 已經沒有上學了 這個影響龐大的力道很大啦 也影響中國大陸呢 十幾億人口了嘛 甚至呢 你看意大利啊 韓國啊 那個爆發起來真的是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意大利這個一爆發 它會影響到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都會爆發啦 那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韓國的爆發跟日本 還好台灣擋得很好 說老實話 說老實話 不管我喜不喜歡民進的 這一次還說的蠻好的 客觀評論啦 單純就以客觀評論來講的話 真的算是 活在這裡 這一次還算比較安心一點 那 就像剛剛說的 它這個未來有五六個可能嘛 之前我們講過 當你呢 為什麼要講的模糊啊 這不叫 是不是洩漏天氣呢 古代到底是不是這個含義呢 因為你把某一些 龐大能量因緣去點破它 這個業力它也會散 業力是活生生的 業力不是死板的一個東西啊 不是像一個 你認為一支筆它不會動的 是怎樣就怎樣 沒有 業力它是能量態 能量態它是很活的 就像一個人 你把它當作 就是一個非常靈活的人 或者把它當作是一個神明 當作一個鬼神 它就是一個龐大的能量 因果也是一個神嘛 業力也是一個神一樣的 它是一個龐大的能量態 你呢 它行進的路線 你把它點破了 或是你在那邊呢 看著它的時候 盯著它的時候 那就量子理論就來了 在量子裡面 雙小號理論我們都知道了 很清楚了 你觀測它的時候 它就不可以觀測 規規矩矩了 你不觀測到它的時候 它就跑到了 然後你偷偷的 越過 越過了 觀測它的觀測 觀測在菩薩 其中 波爾波爾密多時 照見無印皆空 度一切苦惡 就是越過了觀測的觀測 不是以肉眼觀測 不管是天眼 慧眼 法眼 什麼樣都好 你越過了三界內的那種觀測方法 去觀測它 它有感覺 但是它不知道 你正在盯著它看 就像孫小鳳理論裡面 你如果能夠越過了電子 的觀測 去觀測它的時候 它會有感覺 但是它會處於 有點迷惘的狀態 什麼叫迷惘的狀態 它到底要 讓你看不出來的 正序列的歷史狀態 還是它自由的 波爾狀態 我們知道它有力波 都相信嗎 你一看到它就變粒子 沒看到它就很自由的是波爾狀態 但是你 超越了它認知的 觀測的 觀測的方法 就是 觀照 觀在菩薩 心聲波爾波爾密多時 照見無印皆空 為什麼可以度一切苦惡 因為它超越業力的 它的活動性 業力感受不到 不知道你在偷偷貫徹於它 當它知道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 一點小改變 當它知道 你很認清楚的 在盯著它的時候 它就會做很大的改變 所以叫做 至古也叫做 天積不可泄弱 所以老師呢 為什麼講的時候都很寒虎 為什麼要很寒虎 但是 每一個寒虎都是有 很清楚的可以跟你解釋 不是 隨便講了一個 東南西北的 沒有 它是很清楚跟你解釋 三結役大家就知道在哪裡 然後放風聲 大家大概就可以猜出是什麼意思 到時候呢 這個發生的時候就這樣 只不過 這個業力本身呢 神通不可適應 業力更不可適應 英國更不可適應 我們講過嘛 英國不可適應 佛法更不可適應 那我們是基於慈悲 基於佛法上面的見證 神通不可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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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更不可適應 英國不可適應 偷偷觀察也好 或是怎麼樣 或是審度也好 或是怎麼樣 關照吧 關照 有關沒有照 因為照下來的話 它就很清楚 大概就是這樣 它會覺得 有一點點被偷看偷窺的騷動 所以它會晃動 它會移動 常常這個呢 我沒有辦法做到非常之精準 我真的做到非常精準 我每次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威力彩 我都可以猜得到了 日子就很老過了 沒有辦法 它會晃動 你看威力彩 它只要晃動一個號碼 就什麼都沒有了 一樣的道理 不可能做得到了 誰可以做得到 八地菩薩 二代祖師說了 到了八地菩薩的時候 說什麼就是什麼 清清楚楚 一秒不差 一毫不差的 你知道八地菩薩可以 那我們現在呢 在跟大家講這個 南庸之道呢 它就牽涉到了 雙俠鳳語論 也是牽涉到了 量子的糾纏 也牽涉到了 暗能量 暗物質 暗能量暗物質 是科學界起的 因為他們 搞不清楚這個情況是什麼了 那我們講過這個暗物質 其實是未來嘛 那有五六種可能性 暗能量呢就更龐大 有差不多十四種可能的變化 事實上呢 我們說計算出來是二十種嘛 它不止的 為什麼 我先跟你講一個 我的認知啊 單純我的認知啊 當作是神話也好 全部沒有關係 全世界的古文明 全部都有提到大洪水 對吧 全世界古文明都有提到大洪水 中國呢也有 祝榮 共工打仗 祝榮是火神 共工呢是水神 共工水神打輸了 打輸了以後很生氣 羞愧去撞倒了不周三 然後呢就啪 就大洪水來了 大洪水來了以後呢 女蛙補貼 這個故事 西方 聖心裡面最有名的大洪水嗎 諾亞方舟嗎 對吧 也是個大洪水 西岸神話也有 蘇美歐文明裡面也都有 各種古文明裡面 全部都有大洪水 我想請問的呢 其實就一件事情 如果冷靜了好好去想 大洪水的水從哪裡來 好啦水又消退了 水消退去哪裡 按照大洪水講話 整個地球 整個地球全部都淹了嘛 所以諾亞方舟在那邊 飄滑飄滑飄滑 找不到陸地嘛 那這個水從哪裡 冒出來這麼大量的水 問題是這個水又去哪裡了 如果整個地球呢 變成一個水球海洋的話 你說要去哪裡 滲到地心裡面去嗎 那地心裡面應該全部都是水啊 又不是 那從何而來 從何而去呢 那為什麼會有 所謂共共撞倒的不周三 之後 女娃去補天 那各個神話有各個的說法啦 那我啦 純粹聊天嘛 今天是人用之道 這一堂人用之道 就隨便聊天 我 我 不代表任何立場 純屬神話聊天 平行世界 一個一個的平行世界 這個平行世界裡面呢 它的大洪水啊 或許是一顆極巨大的彗星啊 我們知道彗星上面呢 都是什麼 冰塊嘛 跟氣體嘛 極巨大的一個彗星呢 它怎麼樣 它在撞擊呢 進入到那個大氣層的時候呢 整個呢 不斷的水蒸氣呢 瘋狂的蒸發 然後撞擊到地面之後呢 撞擊到其中的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的洪水的力道 它的力道強勁到 可以把磁場給扭曲到 所以呢 從這個平行世界呢 這個水就滾進了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再滾到的另外一個世界 再滾 所以水是這樣 一個一個流下去的 所以大洪水就這麼來了 水去哪裡了 流到下一個平行世界去了 純屬猜測 今天先熱身講到這裡了 唉 氣氛了 我們現在下面呢 就在看的呢 就3月4號5號的 就是聊天的時間 3月4號5號呢 可能3天以後會比較知道 那再下一個呢 就是3月10號11號的 那可能隔個兩三天以後 會知道 今天消息有時候 會比較晚個兩三天 那各位記得 三陰暗符嗎 十八向陽講過了嗎 對吧 然後呢 什麼什麼 什麼聲波啊 熏浪聲波嗎 是不是 東西史嘛 南來北往 昆山門嘛 我們到時候呢 就再看看了 那 沿著這一路的 也不叫做是預言 沿著這一路呢 叫做什麼東西啊 佛性能用 一個大檢驗 因為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的 直播全世界看得到 直播完了以後 上YouTube 全世界可以做見證 是好是不好 是對是不對 就一翻兩瞪眼 就 就 就這麼的 來看看吧 就這些呢 講了這些東西呢 大家就當作隨便聊天了 跟長處 導致的長處就這樣 隨便聊天嘛 就當隨便聊天就好了 那 事實到時候出來 剛好聊到了 都對 老主持保佑 那 聊這些目的呢 就是大家能夠啊 趨力避害啦 趨力避害 目標目的還是希望這樣 那當然更希望的是 台灣能夠平民安安的 最好 最好一定要平民安的 大家都好 所以一混下去呢 就很久沒上課了 再混下去呢 奧運都沒辦法舉辦了 呃 現在7點45 我們本來是下一個是8點10分 是吧 8點10分 休息25分鐘應該夠了 好了 8點10分的時候 各位 咱們呢 就來講金剛心了 六十一講 好 謝謝大家